叙利亚南部地区的德拉等地的武装分子,大部分都得到了美军以及以色列的支持,包括武器、资金、情报、妖品等。 这也是德拉为什么久攻不下的根本原因,但是如今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尖刀部队、老虎部队,在俄罗斯战机的空中支援下,对德拉的东北部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,由于得到俄罗斯与巴勒斯坦武装以及什叶派民兵的领力相助下,叙政府军在德拉战场取得了重大进展。 德拉之战被外界普遍称为是全面解放叙利亚的最终之战,由于大量的反叛武装力量集结在此,再加上美军和以色列在德拉镇驻扎大量的雇佣兵,这也让叙政府军一直不敢贸然攻打该城镇。 此次攻打德拉重镇,续政府军在俄罗斯以及其他武装力量的掩护下,在第一天就取得了辉煌的战绩,先后收复了十多处被叛军占据已久的尸体,并且在战斗中消灭了大量的叛军人员。 有消息称,由于续政府军此次袭击的规模空前,这也导致了叛军的一个战斗力强悍的作战旅,全旅携带武器倒戈头靠了续政府军。 美军为了给叛军增加信心又开始在约旦等地区,向叛军提供武器弹药,给予援助。 虽说有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提供武器,但是由于续军的攻势太猛,叛军也逐渐坚持不住,眼看叛军大势已去,美国原本部署在东地中海的杜鲁门号航母,也逃之夭夭至希腊边境海域。